各位好 這裡是眼球中央電影台新聞頻道 歡迎您走進今天的捷運直播間 接下來就為大家播報 紅線的每個站名 淡水紅 碎林 主委 關渡中 一附金剛 北投 奇岩 七里暗 市 排名則 之山 士林 建台 原 山明 全 西路 雙連 中山 台北 之山 台大醫院 中正經驗場 東門 大安 森林 公園 大安 信安 和 台北101 世貿 向山 感謝您的收看 121萬 我們是可以接手的 一路鄉子 你可以接手的 二乘鑣 I'm ready to you you I'm ready to control you I'm ready to control you I'm ready to control you 歡迎收看食尚玩家之一 一起來吃紅 這個網紅呢 今天有120億萬的訂閱 但是有個很sad的消息 他好像即將結束 我以為他是開玩笑的 我也以為他開玩笑啊 因為4月1號是 余元節做的事情誰會當真 很像我是4月1號訂婚的 你看看 是喔 對啊 所以我跟你講今天這一位呢 我自己個人其實是 蠻佩服他的口才 因為他也當過金鐘娘的主持人 然後他自己有個頻道呢 中央電視台 中央 眼球電視台 對 所以大家對他一定都不陌生 他還有到華視做過主播耶 是認真的主播 對 認真的主播 所以其實他的口調非常好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 訪問一下視網膜喔 嗨 嗨 嗨 妳們好 這一家其實我們上次好像有 另外一位網紅也介紹過 這一群你非常熟悉 這邊算熟 那今天就你帶我們走走 OK 沒問題 沒問題 請請請 那其實屋台拉麵 大家都知道 大概就是有點像是那種 餐飯式的拉麵 對對對 因為他不見得會定期在那個地方出席 對 對 所以你自己是喜歡吃屋台拉麵 還是喜歡吃這家拉麵 我喜歡吃拉麵 所以不管是什麼樣的拉麵 其實都可以 那只是說他們這種屋台風也蠻特別 我覺得在台北比較難找到 對啊 而且這家拉麵剛好就是福冠的拉麵 對 福冠的拉麵 而且這邊還有賣串燒 對 還有賣串燒 所以隔壁的小倉酒廠 然後店裡面有很多這種很有趣的玩具 我記得我那時候 第一次來的時候應該是2017年 然後 一進來的時候 就是被這邊的這些玩具吸引 因為他們其實有很多東西是 我覺得現在的時代很難找到 就算我們現在去日本也很難找到 比如旁邊那個 那個就是以前昭和時代他們留下來 因為上面有寫昭和23年 好酷喔 對 或者是往後面走這邊有很多 奇奇怪怪的小玩具啊 都非常的有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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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些都是他們從那邊運過來 就有些收藏 老闆 老闆 你好 今天來這邊 上次有外帶了啦 但我想說應該來現場吃會更好玩 對 一定的 你自己是喜歡日本的這種玩具 其實我覺得是客人來到這裡的話 我覺得想吃一個日本的玩具這樣子 所以這個東西可以是從日本來的 那我們就先來找一個地方 OK 我們坐這邊 平常習慣大概在這個位置 各位觀眾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個時段的時尚隨意航行 今天我們的來賓是士王萌先生 聽說他的舌頭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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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考他什麼呢 哈哈哈哈 士王萌先生 請你接下來用最快的速度 把捷運紅線的每一個站 唸出來 好的 各位好 這裡是眼球中央電影台新聞頻道 歡迎您走進今天的捷運直播間 接下來就為大家播報 紅線的每一個站名 謝謝您的收看 好厲害喔 接下來挑戰藍線 藍... 藍... 藍線你真的熟悉嗎 最後一站是什麼 新浦嗎 浦... 新浦 欸 那個... 所以你是因為 YouTube頻道才去訓練口條 還是你原本口條就很好 我是從大學開始有在廣播電台播那種整點新聞 就Live那個 然後從那個時候開始慢慢有這個技能 對... 好 我們先點你平常喜歡吃的東西 好 我們再來慢慢聊 老闆 我們可以點個雞白湯拉麵嗎 好的 沒問題 謝謝 那我們在等拉麵的時候 你要不要挑戰一下 好 你要從... 我吃吃看 向山出發還是淡水 我從淡水出發 好 請開始 淡水紅樹領族 微觀度中意不性感 哇 肥頭其言其理案 石牌明德之山士林縣壇 圓山 明神西路雙年中山 台北之山台大醫院中山 中山經驗場東門大安生公園大安 幸運安可 台北101世貿向山 喔 欸 可以了啦 你今天開得慢了一點 我又要慢了 我發現念這個需要那個 有語速的那個停頓 剛剛那個句 對 有什麼技巧嗎 其實沒有 就一開始吸氣要吸大口一點就好了 你要確定 然後講... 講的時候其實有時候 為什麼會出你出來 還是沒有用啊 很多人會很糾結 那個咬字要非常的清楚 可是其實我們平常在 播東西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為了要求速度或節奏 不一定會每一個字都咬那麼清楚 比如說 你去聽很多新聞主播講說 各位觀眾朋友 他們不會講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他們不會把那個家講出來 就是說大家好 就直接就過去了 是 只要聽得懂 意思對就好了 那你那時候要 今天金鐘主持的時候 你有兒子嗎 當然 非常緊張 你有失眠嗎 有到前一兩天的時候 開始有失眠 你們大概你接到正式演出 中間大概到多久的時候 你會開始說 為什麼呢 我要接著 我從一開始就開始問為什麼 因為 因為我是被 我算被騙上去了 蛤 騙上去了 我講這個 然後我叫我經紀人 經紀人 沒關係 沒關係 就是我答應的時候 我以為不是那樣子的角色 可能是一個假設串場這樣的人 然後我以為我有搭檔之類 所以我那時候答應了 然後結果後來是 有周刊 先把這個消息獨家報出去之後 然後我就去問了我經紀人 然後我經紀人還在那邊假裝很慌張說 蛤 他怎麼這樣 怎麼可能 所以他本來就知道了 然後原來是他跟 他跟那個 製作單位那邊的一個串通這樣 然後後來到 快接近大概 典禮前一兩個月 一個月半的時候 準備要開始準備 然後我才意識到 這是真的這樣 然後想說 好啦 那就這樣吧 可是沒想到你那一段 完全整個是收視率比較高 大家對你是好家庭如草 沒有 那個 那一段就練了很久 90秒那一段 是真的滿可怕的 是 對 我相信大家得完獎之後 都很想唱所欲言 但是要請大家稍微斟酌點 讓我們典禮俐落向前 一起迎接嶄新的明天 否則隔天的新聞焦點 恐怕不會是誰在天橋上 誰在工地裡或市場裡待一整天 可能會是我又被迫喝香菜汁 喝了一整年 先向各位說聲感謝 媽 這次好像在日本喔 對 非常香 你這一碗會不會太誇張 它中間還有一個有風雞腿 然後我很喜歡它們雞白糖 然後特別這個雞腿我覺得 如果大家有來的話要點 一定要點 因為它的肉真的好嫩 你的這個是什麼 黑蒜的 是它的招牌對不對 對 黑蒜的 媽呀 你那個黑蒜的 也是看起來好好吃 我這個據說是干貝 而且它裡面還有雞肉 然後還有這個應該是餃子吧 還是餃子 因為餛飩嘛 然後它這邊也還有好多的這種燒烤類的 所以我們可以先來 嘗試一下湯頭的味道 可以可以 而且它麵是細的那種我喜歡 我也是喜歡細麵的 你看這個湯很濃 好濃喔 嘿 這湯頭是什麼湯頭好鮮喔 嗯 嗯 然後試你去吃 蒜的 黑蒜 很不一樣的感覺 那個我比較少在其他地方吃到 比較特別的口味 這很特別的口味 對 你今天喝完不要跟任何人講話 你可以用你的湯匙咬一瓢你的湯 可以可以可以 沒關係 這個是 好濃郁喔 雞白糖 我想喝喝 好好 好濃郁喔 好濃郁喔 對 而且配這個洋蔥吃那個味道會很香 真的 老闆 老闆怎麼車從底蓋上來咧 老闆請坐 請坐 這個湯頭是什麼湯頭啊 這個湯頭的話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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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湯加干貝油這樣子 好海味喔 這是干貝酥嗎 對 干貝酥 這個干貝的話是可以 生吃也可以那種 生食 生食等級的 是稍微炙燒一下 對 稍微炙燒一下 它大概有香味醬 然後帶著 很嫩吧 它裡面是還就是 生生的這樣 但很好吃 很鮮耶 它搭配上面那個 好嫩喔 你吃這個啊 這個是日本的精華耶 這個名稱叫什麼 這個是雞肉丸子 雞肉丸子 對 這是用我們就是 在製作的雞肉 然後的鞭角料 然後我們是用手工去製成的丸子 喔 好吃 就是最好吃的狀態 對不對 它除了很嫩以外裡面 其實可以吃到這個脆脆的口感 對 柚子 還有柚子香 對 脆脆就是軟體 這個牛舌很好吃耶 因為我喜歡吃厚一點的牛舌 你這雞肉是怎麼處理 你看你一剝下來了 這個超軟 真的 很嫩對不對 好嫩喔 你要用那個舌頭頂 你就化開了 好吃 這家真的好吃 謝謝老闆 謝謝 謝謝 所以有關於一件事情 你應該要跟大家澄清一下吧 4月1號發表的就是 你即將在5月31停更 是真的嗎 是真的啊 那為什麼會選在4月1號 其實我們是3月31號晚上11點 為什麼要這樣 這次真的是1月的時候 就已經決定要停更 然後在宣布之後 我們節目才陸陸續續的開始 我覺得單純是因為 網路我自己做膩了 然後想要嘗試一個不一樣的環境 那時候單純只是覺得 這個消息 畢竟我覺得對很多觀眾來說 可能會 就對我們的觀眾來說 我覺得他們會很震驚 對啊 所以我們想說 用比較開玩笑的方式 先講出來 讓大家以為這是玩笑 但是又可以同時去想像 如果這是真的 是什麼樣的感覺 然後我們可能過一段時間之後 再正式的說 這是真的這樣 對 因為其實這一集播出的時間裡 如果是真的話 已經是停更了啦 對對對 對啊 因為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呢 嗯 主要也是我覺得 類似的內容也做膩了 就是時事那一塊 對啊 因為其實 我覺得做類似那樣的內容 有一個 很大的問題就是 我等於 每天都要一直不斷的去 接收那些資訊 可是其實這樣下來也已經有 大概五六年的時間 然後我後來覺得 可以先休息一下 再思考看之後 要不要繼續這樣 所以也可能不會是完全消失啦 只是就是思考停休息一下 對那之後主要可能就也不會是 經營這個頻道為主 那你這一百二十萬 一百二十一萬嗎 你點了怎麼辦 沒辦法 就是 他還是在啊 就是他頻道還是在 所以之後 我不確定之後會怎麼樣 但是我也沒有說死說 他就完完全全不會再繼續更新 不排除說以後還會再回來做 但是我覺得 一兩年內很難 一兩年內 那這個一兩年內 我們一百二十一萬 我們是可以接手的 對 魚肉香菱可以接手這件事 對 蠻簡單 你就回去把名字改成魚肉香菱 你要換我的照片 我覺得很好 賀成交 而且你的那個Ending 有一個還蠻特別的 就是你如果沒有訂閱你的頻道 你會詛咒人 對對對 這個大概從 我有印象大概是 2020還是2019年底的時候 開始有這個習慣 沒有準時收看的人 你家裡會無預警停水 沒有準時訂閱的人 你家裡也會無預警停電 讓你斷水斷電 為什麼會開始 誰想到這件事情 已經不可考了 就是這件事情 當初到底是怎麼出現 因為我記得 好像是 某一次在一個活動上 跟大家聊天的時候 想到的點子 然後沒有想到 後來這東西變成是 很多觀眾在看的時候 看到最後很喜歡去猜測的一個重點 他們說 欸 今天的詛咒是什麼 這樣 我覺得這樣很棒 因為還有很多人沒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對 因為其實很多人 在YouTube上看影片 他們是以為自己有訂閱 對 但是其實他只要常點你們的影片 他就會出現他的河道上 他不需要訂閱 對 所以有很多人是 看看他以為自己 已經是這個節目的中詞觀眾 他不知道他自己其實沒有訂閱 所以可能你的訂閱觀眾會更多 只是他們都沒有按訂閱 對 因為他們一直在觀看 對 那你可以幫我們詛咒一下這些人嗎 可以 就是說 如果露定月露按讚的觀眾朋友要特別小心 可能從明天開始 你要訂的餐廳全部都會客滿 而且你買到好東西之後 他隔天就會打折 而且會打到骨折 讓你哭欲哭無淚 是 而且露定的重點就是你露尿 好過分喔 好恐怖喔 好啦 期待你將來 就是希望還是可以回來這個頻道 然後跟大家繼續見面 不管是以什麼樣的身分 什麼樣的 我相信大家喜歡吃網膜 就是喜歡看你這個人做任何事情 就是也滿期待你做其他的 對啊 對 之後主要會是其他領域的發展 很棒很棒 對啊 今天謝謝你囉 我也謝謝 謝謝 謝謝 我們待會兒正片見囉 拜拜 時尚玩家APP 趕快下載喔